新型觸控螢幕的導入 讓老師可以直接在螢幕上示範書寫 大幅提升教學效果 透過這樣的硬體設備 提升它們在書法 不論是知識面或技巧面 都能夠有正確很好的學習環境 在新教室中 可以學到書法知識和筆畫要領 整體的學習體驗更是豐富 在書法課當中可以學到 一些書法的知識和筆畫 這項設備的添購 主要要感謝市議員何淑萍的經費援助 展現了科技輔助教學的創新應用 謝謝淑萍阿姨 是我們很棒的教室 我也希望提供一個86寸的大屏幕 然後裡面它是數位化高科技的展現 提高小朋友的學習 讓他們在科技中 能夠也學習到我們中國的國粹 秀芳非常感謝這一套新型觸控螢幕的導入 有了這個觸控螢幕呢 可以讓我們的老師教學更生動 也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 學習效率更好也更有興趣 那書法是我們中華文化固有的傳承 我們也未來會非常重視數位化的教學 我們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在傳承文化的同時 也能夠與世界接軌與時俱進 東信國小呢是無欲並重的一個學校 而且非常的多元化 那在明年度呢也會幫體操教室來添購一些設備 也歡迎大家來東信國小就讀 透過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東信國小努力為學童打造更完善的學習環境 期望能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 也能培養學生面對未來的競爭力 對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